YA 同學們大家好 我是DANDAO的小老師 歡迎來到 從零開始 律動小品班 第十一期 週一班 第一次小品的第二堂課 掌聲 5 6 7 走 1 N 2 N 3 N 4 N 5 6 7 雙手 1 N 2 N 3 4 5 6 7 8 1 2 3 N 4 5 6 7 N 8 走 1 2 3 N 4 N 5 N 6 N 7 N 8 N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N 8 8 N 1 掌聲 我最後還有一個打算定 這個不錯不錯 1 2 5 6 7 Let's go 好 第四湯 大家可以做的 一 五 一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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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我跟他上摊 上摊 上摊 一切 一切 我們这是一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要再次推出全新企划 从零开始律动小品班 这个课程内容是我们有六堂课 会有两支舞蹈作品 两支舞蹈的小品 然后分别是三堂课三堂课 前面两堂课做舞蹈的教学 然后第三堂课会有一个总复习跟拍摄 为什么会有这个律动小品班呢 是因为小艾老师觉得 还是必须要去反复的练习排舞 这样大家的进步速度才会快 而且会产生一个成就感 会有一个说我练了一个完整的东西 大家会比较开心 所以我们就规划了这个新的形态的一个这个企划 未来会不会是四堂课四堂课的小品班 那我们要先进行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成效如何 总而言之呢 我是非常希望大家 我们的DanceUp的同学们呢 不管是大朋友上班族小朋友都一样 我希望你们呢 可以 听到音乐可以自由的律动 不管是上律动 下律动 你的身体的控制 你可以听到音乐 享受音乐 不害怕跳舞 那说真的啊 你要能自由的上下律动移动身体的应用 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那透过这个律动小品班呢 你就是比较密集的短期间你要记一些舞步 反复的去练习 然后让你的身体去记忆 让你的肌肉去记忆 然后呢 也在这过程中间慢慢培养你的律动感 欢迎参加 欢迎报名 等你来哦 如果满班的话 我就在家开班 谢谢大家